大家好,我是Dan 一名前往印度脚踏车旅游的韩国YouTuber 发生了被当地人绑架的事件 根据媒体报道 上个月,韩国旅游YouTuber Let It Go 打算乘坐巴士前往印度列车 但在得知巴士一年只运营两个月后 决定骑脚踏车上路 因为离目的地的距离大约450公里 他就每天骑行了10个小时 一天,当他的体力几乎厚尽时 一辆卡车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 几名印度当地男子从卡车下来后问他 要去哪里,并提议在他一段路程 Let It Go看着很亲切的当地人想着 现在离目的地只剩下了10公里左右 就打算搭乘卡车20到30分钟 然而由于实在是太累 Let It Go在车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但是当他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已经在远离目的地的荒野之中 原本看似友好的当地人 突然态度大变,用棍子威胁他 并要求Let It Go交出钱餐 他们还试图夺走他的手机和相机 甚至强迫他服用不明药物 Let It Go回忆当时的情况表示 绑架犯给我喂了两次药 第一次我假装吃下并把药藏在手里 但30到40分钟后 他们又给我了另一颗药 这次他们一直看着我吃完 我只能照着做 吃完药后有5、6个小时脑子都没有清醒 在被绑架的过程中 Let It Go迅速联系了一位朋友 告知了自己的未斩情况 并请求朋友报警 最终在绑架30小时后 他被释放了 但他被抢走了1万路幣的现金 事发后Let It Go前往警察局报案 但印度当地警察以部署其管辖为由 推迟了调查 直到Let It Go通过一位当地熟人的帮助 再次提出调查请求后 警方才逮捕了那些绑架犯 绑架犯们一开始向警方狡辩称 他们并没有绑架 只是收钱在他去了目的地 但是三个人在Let It Go面前被警方无差别殴打后 承认了为钱而绑架人 并损坏了YouTuber相机的事实 最终三位绑架犯被关押了三天作为惩罚 Let It Go对媒体表示 绑架犯们被迫跪地恳求了一个半小时 还被警察狠狠地打了一顿 印度警察还对我说 他们是很可怜的人 能不能就原谅他们一次 后又继续打了他们 印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许多YouTuber的影片可能会给人误导 如果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去那些地方 可能会发生重大意外 真心觉得能够活着回来真的是奇迹 为了安全千万不要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被警察误打后承认了KIKI 看了那位YouTuber的影片后 真的让我再次警觉 绝对不能随便搭乘陌生车辆 此外从当地警察的反应速度和处理方式中 我又一次感到失望 希望我们国家也能引进这种做法 那些喝酒闹时候声称记不起来的人 就应该要揍他们到机起来为止 感觉好像也不错 话说回来 在韩国确实有很多YouTuber们都去了印度旅游 也有人说印度是背包旅游最有趣的地方 也确实因为那些影片 不知不觉中会受到影响 就觉得哪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 印度其实也没有新闻上报道的那么危险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印度旅游 大家也觉得危险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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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